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现在还敢用年轻这个词啊 我说的年龄 对 所以现在就是对舒适的要求会高一些嘛 所以说在涛哥的眼里 看来舒适的我觉得舒适了 在我眼里你哪有年龄一说 你就没有年龄对吧 没有没有 他应该是说年轻的时候随便穿什么都可以嘛 而且年老的时候就穿这些嘛 因为他自己说的嘛 会说话嘛 涛哥 马老师会说话 年轻的时候 我是顺着他的语气 我太老实了 小甜甜 我叫你小甜甜 年轻的时候没有记性 那个穷是觉得over过度 让我回来了 小甜甜没关系 没人要还是归我吧 放心 小甜年轻的时候是靠形象 对吧 现在年老了嘛 他靠的是做节目的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对 即将听说去缅甸 有一个重要的采访 我们要去就是去看玉石什么的 我说好 对对对 说是两位伟大的女性即将会面 对吗 我们万中 就因为我今天才说大张玉石 对 最近万中瞩目的事很多 我倒没想到呢 小甜也爱说说这个事 什么事呢 六小灵童 哎 嘉辉你知道六小灵童 我知道 六老灵童 六小灵童 他们的悲剧故事 不是六老灵童 老六灵童 老六灵童 讲错 六个老灵童 对 他们家的故事 我看过写过 看过吧 很感人 现在呢 这个各种黑的都有 这各种赞的也都有 哎 我觉得这个生动的反映出啊 今天这个社会啊 让人看不懂 觉得这个千头万绪 甚至你多棱镜啊 你怎么看这件事 都怎么有 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有人就黑 说这事是六小灵童炒作的 当然我不相信啊 这事是六小灵童炒作的 背后是谁呢 背后是百事可乐的广告 当然前词就已经说了 这事是郭富城炒作的 说前词是为了宣传春节的电影 哇 你看就纷纷发声明 说我们清白 我们清白 我们冤枉 小甜 你的关注点是哪 哇 首先就是一开始呢 就说央视不让六小灵童上春晚 反而是请了 就是PK 请了一个韩国的组合 当我先听到这一层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啊 说实话 感情上确实有一点难以接受 你小心 那是一个时代的这个 一个时代的应急 确实是 但是后来呢 你不要重蹈刘春的覆辙 刘春怎么了 刘春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得罪了那个一个组合 我都不敢说那个名字了 被骂的呀 我的天哪 臭了街了 不是 我没说那个组合 我在说六小灵童 就没必要说是因为请了一个外国的组合 就不让六小灵童上 但是后来呢 春晚就出来说 压根就没请过他 今年本来就没有这个打算 那么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么现在呢 好像是什么全国好多百万观众啊 就说什么帮六小灵童上春晚 对吧 然后就浩浩荡荡的 然后就开始反正留各种言 然后有各种诉求 但是呢 好像我的感觉是春晚导演 不愿意被民众的这种意愿所挟持 然后去屈服做什么改变 现在就两边就僵持下来了 然后六小灵童 他的这个 他的表态也是蛮有意思的 他说我随时待命 对吧 那这样子的话就弄得春晚啊 这边还挺尴尬的 我觉得 很得体啊 我觉得他反应的 谁得体 他说我随时待命啊 假如说他要我也行 等于是说 像春晚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啊 我觉得假如他站在一个表演工作者 我觉得很对啊 没有 假如你说这事情啊 我刚听到你用黑这个字 说黑 觉得是炒作这个 那我就好奇啊 到底是黑还是白呢 什么意思呢 假如真的是所谓的炒作行销 很好啊 创意产业需要这个 那是表扬啊 你懂得啊 郭富城什么 懂得这个 用这个东西来炒作电影 我觉得这不是应该表扬吗 很有创意产业的行销概念 所以不是黑 也不是白 而是红 红啊 大家都红了 对吧 也对啊 火猴年这是 火猴年 反而有个部分啊 因为以前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过 因为我没有仔细看啊 我当然更不敢得罪 什么团体 这个团体单位啊 就是说假如当初为什么 假如春晚说没请过他 为什么叫消息 什么管道放的 假如有一个说法是说 还没谈定 或者说隐约 可能有人随便讲过等等 有人就先公布了 这个叫专业的 professional里面的默契 像任何的 我们搞出版的都是嘛 就是说 这个一天没签约 没落实啊 大家保密了 我要不要买你书的版权 在哪里出什么 你不能讲的 你讲了 因为没签约 我也不能惩罚你 可是完全你破坏了 你的公信力 之后大家行头里面 就不敢找你了 这个他们分析的 那个就是 我觉得咱们中国人 都是孙子兵法呀 就是说 这跟假新闻有关 先出来一个假新闻 说什么六小灵童 什么上春晚 后来又弄出一个 说上春晚的节目被毙了 说然后为什么 整整过了一个 一个星期 六小灵童老师 自己才出来回应 说没有这个事 我没有接到邀请 而且呢 我呀 随时准备着 随时待命 所以你觉得非常得体 但是呢 我估计小田那意思是觉得 这导演压力很大 对啊 就是 其实 我不知道这个导演 是什么性格啊 或者他能做多大的主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从了他们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 就像他们说的那样 一开场 因为这这么一个话题 最后真的六小灵童出来 哈 一下 对 大家是个乐 对吧 是 我也是这样想的 说实话 我也是这样希望的 但是呢 我又试着去换位思考 我在想为什么 他就不从呢 对吧 那是不是他觉得 他的压力是来自哪里 我在想 他的压力 是不是说来自 就是说这一次 顺从了民意 那么下一次呢 如果说又有老百姓啊 什么的 这个呼唤着 要谁是谁 上春晚 那是不是他们也得从呢 这没有问题 小田 你这个分析的啊 你分析出了这个 中国政治史的很多内幕 真的 我觉得这个心理 但当然咱们不知道啊 咱这个春晚剧组 怎么想 咱不知道 但是我说的 你就这种心理 据接接 也是据 贾新闻报道 据春晚剧组的一位 相关知情人士 出来放了这么个话 说这些网民 这样是不负责任的 就是你是一种绑架 为什么你来 就是指定 就像你说的 就是说 那我们要是听了你的 明天你们再塞个马甲灰 后天你们再塞一斗文涛 那是不是说 我们都得听你的 哎 你注意到没有 这种心理 也是啊 我们有时候面对 有些群体事件的时候 我们这种机关呢 两难的 两难的地方 但是呢 话说回来啊 这一次呢 确实有它的特殊性 我觉得第一是猴年 而第二呢 这个张老师 六小灵童 年纪呢 他们再算啊 已经比较大了 说再过12年 对 猴已经蹦不动了 对 有这样一个考虑 那第三呢 我觉得也是因为 它是80年代的 这个电视剧 对吧 86版 你那时候追看吗 看呢 我看了好多遍啊 然后那个时候就 真的会就觉得 现在正是 在看春晚的 这一批人 他们就好多人 都是伴随着这个 西游记 长大的 就所有 每一个暑假 记忆里边都有那个 登登登登登登登 这种抹不去的 一种回忆 其实里面 我觉得反映了 一个东西 因为创意产业 这个东西 虽然已经发展得 很好 在中国大陆 还算是相对轻的东西 大家不了解 你刚那个逻辑 其实立不住脚的 假如有人说 我这次听你怎么办 你keep a hijack 挟持我了我 创意产业 不是公共领域 假如这个逻辑 只能用在公共领域 比方说我政府 有些决策 哇 你们名义 我这个树要盖 公园盖在这里 你全部反对我 什么要盖这里 我就不听你 公共领域的决策 有它的权威性 有它的逻辑系统 可是创意产业 是另外一个逻辑 那逻辑可能就像 文涛刚说 我从善如流 你明页 我做出来的节目 干嘛呢 就是给你看的 甚至我有幽默感 我跟你玩 我跟你玩 我甚至夸大十倍 把六小灵通给你捧出来 那全国人民是个乐 但是涛哥 我就有的时候 也会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看这个事情 比如说你说 其实春晚和西游记 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们有类似性的 其实都是八十年代的产物 都是起源于八十年代 火于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可是为什么 莫罗于零零年代 你看现在啊 现在的人 对这两个东西 它的这个情愫 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说起西游记 那是各种珍惜 各种缅怀 各种感激 甚至是 但是一说起春晚呢 就是各种吐槽 各种不满意 各种恨铁不成钢 你知道为什么吗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说 因为西游记呢 以后就不拍了 春晚呢 你见好不收 你一直搞到现在 你越看越 不能说 咱们先看看照片 看看照片 看看照片 这事挺有意思 这个 六小灵童 你知道当年为了练这个 他眼睛说 开始是没有神 专门为了练这个眼神呢 用了一种 这个我没记住的方法 他在练 然后你再看 你看 脸呢就说是特别有这个猴的 他说必须得有中国猴系的基础啊 才能把这个猴演得生动啊 来 你看下面 去看这个 哎 这是网友就是说 这个 其实当年西游记 意识也是很大胆的啊 幼童带捆绑的这种刺激啊 然后 八六百西游记 好像在网上看过类似的图片 你看 这就是网民的这个意见啊 我要看他上春晚 然后你再看下边 注意了没有 还我大事 他们就预期这个弹幕啊 春晚的时候就会是这样 然后你再看 这个 这个是吕一涛是春晚的导演 你看他下边 就因为这个事啊 一百八十一万 你说啊 这导演我觉得是 他能决定了 多大的事也是个问题啊 你再看下边 哦 这看一下 还有三年就到猪年 答应我 你们的热情不要过去哦 我觉得这个 但是好像上一个猪年 就没有任何 这个形象出来嘛 对不对 不是 这个事情啊 我倒觉得挺 他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呢 这个 我觉得观众是上帝 这个道理啊 在今天的中国啊 得到了超级验证 你看这个 这个 这个观众 这个上帝啊 上帝不仅通过弹幕 覆盖你的作品 而且通过微博 可以 帮你跳演员 甚至左右你的这个 剧情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的没错 观众是上帝 但是呢 我又想起了另外一句话 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 那凯撒是谁呢 上帝不能左右所有 对 你的意思 重点在凯撒 希望做上帝 我说凯撒 倒过来啊 我觉得创意产业 凯撒他本来就做上帝吧 他就拒绝做上帝 很多角色的 错误认同啊 所以我觉得还是创意产业的问题嘛 那个逻辑应该这样玩法的 对 你这意思就是说 观众是上帝 春晚是凯撒 是吗 我不去据想 谁是凯撒 那耶稣在哪呢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好 将将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而且我看了一篇文章啊 我 他说的不一定对 但是呢 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觉得这个观点啊 就是 他就讲啊 比如说六小灵童 近些年本人呢 这位老师啊 自己也经常愤愤不平 说你们让 将来让孩子来问 孙悟空有几个女朋友吗 就你们这种恶搞 对传统经典文化 怎么能够这样恶搞呢 对吧 他也就是 甚至听说那个 当年那个贾玲 那个花木兰道歉 这个六小灵童老师 也觉得 说这好 对这个经典文化 就是应该有一份 虔诚的这个态度 可是呢 到底孙悟空的精神是什么 我觉得这很值得聊 西游记这个原著啊 它有很多暗黑系的成分 你看我学的心词 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八六版的这个西游记 深入人心 大家那么喜爱 可是实际上真的 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话 对比原著来看 它本身也做了变形 我还真对比过原著 我不是说我看了很多遍 那西游记吗 后来稍微大点的 可能五六年级了吧 又放那个西游记 每天只放一级 每天下午我记得 我就给自己布置的 这个家庭作业 每天上午我看原著 它一般一百回 然后二十五级 一般四回就是一级 我发现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就是 比如说六下灵彤老师 他认为孙悟空的精神 是什么精神呢 孙悟空的精神叫 一个就是奋勇拼搏 拼搏精神 永不言败 乐观向上 但是实际上 我觉得西游记啊 至少据研究来看 有更深的这个内涵 就是它是 只是从中间提取出来 它这一部分 你知道吗 某种程度上 它也是 它也是 我觉得它也是一种 变一种个人的提取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比方说 你很简单 作家刘振云 对吧 就曾经阴阴策策的跟我说 那它也是个角度 它说这个西游记啊 你有没有发现 为什么大部分拦路的妖怪 都是从如来佛身边来的人 哎呦 你啊 阴阴策策 不知道它说的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它不禁得让我想起 看那个狼牙榜 我看到中间有一个台词 就是说 圣人 圣人 自古以来圣人 就叫别人去死 舍生取义 可是 有哪个圣人 自己死呢 哎呦 你这么一想 哎呦 我就觉得狼牙榜不浅 他能说到这个 就是 他的意思 就有人就在分析 比如说 能不能轻易地谴责 比如说周星驰 对于孙悟空的这种解构 演绎 理解 因为这种观点认为呢 孙悟空实际 已经是一个文化符号了 对 对这个符号 有一些新的这个处理 到底该怎么看 比如说真就造型来说 这个西游记 八六版的 他倾向于把它这个可爱化了 已经是可爱化 卡通化 可爱化 少儿化 甚至有些人 提取这些所谓正能量 积极向上的部分 可是实际上 西游记的原文 你去查 孙悟空什么模样 就是磕额头啊 或者叫什么什么 根据那个模样 有人说 包括猪八戒的模样 根据原著里边 写这个模样啊 也许啊 周星驰那个 西游祥魔里边的 孙悟空 你看看 可能更相似一些 你再看 根据西游记原写的 就是可能这个模样啊 更接近于西游记原文 所说他的长相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可能更接近一些 猪八戒 猪八戒 你再看下边 这是 这个有人说 这个大话西游 周星驰弄的这个 孙悟空呢 其实他表明了 孙悟空那种啊 反抗权威 跟你那个干死到底的 甚至就是说 加入爱情成分 但是呢 他体现出一种 苦海翻去爱恨 在世间 难逃避命 就是 他表现出另一种 情怀的这种说法 因为西游记 你刚说什么 孙悟空是一个符号 应该我主张把一个 改了一个字 一组符号 他没有单一的符号 因为假如你真的 要叫真的话 西游记的整个故事 后来成书 有不同版本 我们都知道什么斯大明 西游记等等 过来很多画本 大家说话的 说故事 大家加油天处了 慢慢累积出来 再变成文本 再被抄写为不同的文本 里面你当然可以 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像有小灵童老师 经过革命 大风大浪的人 他当然去看到那种 革命情怀 网上 就像不要忘记 德国 希特拉 他们要搞网上要冲的时候 下令把所有德国的 传统的童话 全部要提炼出一个总结 总结是什么 是为了我们民族服务 革命 不怕挫败什么 所有妖精被我们打败 后来过了 整个战争之后 他输了 整个角度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蛮好玩的 在香港改这个西游记 早几十年前就改了 这些所谓的担心 所谓的反应 完全没出现过 你们有看过老夫子吗 漫画 对 王泽 好早 我小时候大概十岁吧 十来岁吧 70年代初 他已经出了一级又一级的 西游记的专辑 把老夫子 矮冬瓜 大番薯 他们变成里面的猪 八戒 唐僧什么 没有啊 我们看得很开心 反抗权威 后来香港写小说的人 包括了李碧华 给他们的创作 把那个孙悟空跟唐僧 写成gay 同心念 香港人对我们这个 从来就没有一个尊重 我认为 这个叫创意 我是批评你们的 这个叫创意 我小时候 我刚才就没说完 我是对比着 就是读原著和看那个电视剧 而且是同时进行 我没看完那原著 后来我就慢慢觉得什么 我真的是很感谢西游记剧组的 因为那个原著啊 很灰色的 而且他就是 就是很琐碎的去描写 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记得就是前面好几章 都在讲那个唐僧 他的声势 他的怎么出身 他的妈妈 他的爸爸怎么怎么样啊 什么的 我就觉得哎呀 好长啊 怎么还没有出现孙悟空呢 对不对 那后来也看到 就是描写里面的人物形象 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可爱 但是呢 一看电视剧 很有童趣啊 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生动活泼 而且演绎的 真的是唯妙唯笑的 就是完全深入人心 那个形象 我就对他们是一种感激 那又说到那种不同的 这种演绎和解释的话呢 其实确实 比如说大话西游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啊 那我就觉得如果说 因为有了这样一种 比较成功的 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 和喜爱的演绎 从而去否定 其他的演绎的话呢 可能会对其他的演绎 是一种不公 这就叫垄断解释权了吗 哦 你看小天 现在确实是做 国际政治节目的 垄断解释权 说得很好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啊 这事不再小 人民日报都刊登了一篇文章 就是说 题为 批判性理解能力不够 拉低网民合格分数 文章认为 对于网络信息 批判性理解的能力偏低 影响了中国网民的 整体网络媒介素养 网民整体媒介素养 处于中等水平 然后呢 这个 还有说这个什么 就是 实际上还有一种说法 说 这是六小灵同 六小灵同自己在炒作 但是你看 不少网民对此表示 支持猴哥炒作 然后 所以在网民看来 谁在炒作 为何炒作 一点都不重要 当前的主要矛盾是 六小灵同必须上春晚 但央视竟然没邀请 话说回来 陶哥 你每年都看春晚吗 你看春晚吗 我由 逐渐是由专注性收看 到伴奏性收看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现在呢 还看吗 今年我不准备看了 除非他们看凤凰卫视 你问他 他有补看 我有补看 通常 因为每年通常都有些事情发生 发生之后可能节目会谈 那我就事后到网络上面 你说的太对了 你知道吗 是不得不看 因为我过年 我就要回我这个石家庄 我的父母亲呢 是中央电视台的忠实观众 他们忠实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他们看中央台 我陪着他们看了一天 看得我都吐了 不是说中央台不好看 而是你知道春节啊 他们搞那个七天乐 是每个节目都很好 但你架不住 我爸我妈呀 看十几个小时 你知道吗 早上吃完早饭 春节没有别的选择 凤凰卫视 他们不让看 对吧 很好奇 你爸妈有边看边骂你 学一下人家 你学一下 这个才叫做做电视 有啊 有啊 经常啊 真的 经常啊 而且我爸就是 我经常跟我 有时候跟我爸抬杠 我说你翻来覆去 看这个好看不好看 我爸那是 跟老猎人似的 就旁边跟我讲 说明言啊 就是碰到不好看的节目 沉住气 待会就好看了 这些真是我 真的 我爸你说 我觉得央视多感动啊 有这样的粉丝 就是你知道 就没有选择 我不 就像他说的很对 我哪怕三十 我现在觉得 我已经不要看春晚了 因为我跟哥哥聊聊天也好 但是第二天 在家里太枯燥了 为什么不爱回家呀 在家里 你平常的这些书啊 这些东西 网啊 这也不好 你没办法 你只能陪着父母看 于是呢 他春晚一遍一遍的重播 最后我也是年年看全了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 开始不看春晚的吗 我近几点没看 是应该说是 从微博开始有的时候 我就慢慢的就失去 这种专注性的兴趣了 因为我慢慢就发现啊 里边的一些段子 不管是小品的相声的 甚至是主持人的 那种鲨鱼界似的说的段子 都是微博上的 都晚了好几个月了 我就觉得 哎呀这个好像真的是 就赶不上趟的这种感觉啊 但是呢 后来我又自己慢慢调试心里 我后来我甚至有一度啊 就挺愤世急俗的 我说春晚这样搞啊 对不起我们 因为我们对这个春晚 是有这种很特殊的倾诉的 我们的这大年三十 不干别的 就是看春晚 那怎么拿一些老段子 来给我们呢 可是慢慢发现啊 毕竟啊 天天上微博的 天天上网的 也不是全部人 对不对 那么就自己去选择 怎么过这个大年三十 既然不能够彼此成全 你自己去放弃 不要对人家提出过高要求 所以你看这里边有一个矛盾 我按说我父母 是春晚的铁杆观众 可是呢你看 春晚又要想拉拢小孩子 又要想拉拢年轻人 但是我近些年也发现呢 我父母也越来越看得打瞌睡了 因为他爱看的那些老东西 好像他觉得也掺了水了 掺了一些他不太熟悉的东西 这些他又不爱看 所以这就是很困难 因为假如春晚在这个内地 面对这样 它非常困难的嘛 有像您的父母亲 这个高龄的资深的观众 有想拉拢小孩的 那非常难 可是越南呢 小甜甜说得对 他越不能这样把脑段子拉下来 这是专业的问题 也的确 对不起观众 也对不起小的 也对不起老的 可是说回来 我非常敬重您的父亲 刚刚那句话 因为我一边听 有感觉 蛮像我对我老婆的感觉 沉着去 好的一会儿就来了 沉着去 过两年就好看了 耐得寂寞才守得住繁华 所以就是当然咱不光 不要光说这个春晚 咱们这个凤凰 我说过很多凤凰的这个好话 对吧 就是但是呢 哎呀你看时间到了 我想吐槽凤凰 也别说了 接着说春晚吧 我今年还是可能不看 今年不看是吧 今年干嘛 我还是不看吧 应该都会不看 你会回父母家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